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学会这个酱料再也不用担心吃饭没胃口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纯素鲜椒酱 准备一把湖南鲜椒 洗干净以后改刀切成小段 能吃辣的话可以再加几根小米辣进去 把切好的辣椒全部放入料理机 简单打个五六秒就够了 没有料理机我们就直接用刀剁碎也可以 再准备一把香菜 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姜片 再准备和辣椒差不多等量的油 油倒入锅中烧热 把剪掉好的香料全部放入锅中 擦出香味香料有一点金黄姜脆就可以捞出 然后我们把辣椒碎全部放进来 倒火煸香半分钟 然后调下味道放入少许盐 少许白糖 再来一勺生抽酱油 半勺老抽 再来点素蚝油 把调味料搅拌均匀 我们这份超香的纯素鲜椒酱就完成了 平时吃饭吃面的时候来上这么一两勺 简单拌一拌保证你会胃口大开 吃不完的放凉以后用容器装起来 放冰箱冷藏保存十天半个月没有问题 不过做完一般两三天就被炫完了 感谢观看